淡江大学资讯传播系日前结合台湾创意州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在石门区举办的2022石门创意生活节 将所学的专业应用在展场呈现、专题分享等等 其来借此让民众更加认识石门地区的特色 达到推动在地创生、生态教育、在地服务等公益的推广目标 淡江大学资讯传播系日前结合台湾创意州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在石门区山西里市民活动中心举办了2022石门创意生活节 现场设置石门在地农产品小市集以及蔬食餐饮 让民众认识石门地区特色及学习创意应用生活理念 希望能够借此推动在地创生、生态教育、在地服务等公益的推广目标 很高兴这次跟淡江大学资传系还有台湾创意州的策展人 到石门区这边来举办石门创意生活节 那它这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来介绍一下 那个坎城创意展的一些得奖作品 那还有那个淡大、还有一些这个譬如说电通 在石门这边做的一些创意创生的一些课程 学生应用所学呈现静态成果与现场的广告专题分享 还有静态活动 成果展以播放影片、照片展示等方式介绍资传系 在石门地区进行的相关文化记录过程 并且展示茶叶包装、风筝节、文创商品等专案成果 而广告的专题分享则是以专题讲座的方式进行 还有活动中也邀请到石门在地的茶席专业人士 舒适推广业者展示石门在地茶叶饮食文化 那透过这个创意的角度 当然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年轻、有活力 那我们希望石门之后多多有这些团体可以来举办这些活动 而石门区长参与活动对于学生行销石门推广地方生活模式的创意 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未来工所的行销与办理地方活动 也将考虑与大学生一起来合作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意 让在石门的美好生活被更多人给看见 这条平函石门采访报道